好 主播觀眾朋友 一起來關心這個週末的最新天氣狀況 寒流影響我們到什麼時候 高山會不會再下雪 那平地會不會下雨呢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在今天早上出門上班課 跟下班課的時候 都還是明顯感受到 這個寒流真的威力很強 畫面中您看到這個台灣地圖 旁邊被這白色的雲覆蓋住 這其實就是這次影響我們的 極地冷空氣 您看到灌下來的時候 它的威力真的是不小 而且密度非常密 代表著它除了溫度低之外 還有強風 那這樣的天氣狀況要維持什麼時候 三大重點我們特別帶您來看 我們要提醒您 禮拜五的時候 今天當然就是寒流發威的時候了 今天到深夜到明天早上都還是冷 可是禮拜六的白天 中午過後陸續 全台灣因為這個冷空氣減弱的關係 就會稍微回溫 只是要特別注意 假設你是週末出去玩兩天一夜 這衣服不好戴 因為禮拜日禮拜一的時候 又有下一波的大陸冷氣團 要來影響我們了 今天各地其實溫度都很低 全台灣的低溫排名 我們也帶您看 像桃園的山區就測得了6.7度的低溫 還有馬祖離島地區3.8度低溫 金門6.4度低溫 真的非常冷 因為像馬祖這裡的體感溫度 甚至是掉到0度之下 雙北市今天早上的時候也都出現了 9度或8度這樣子的低溫 要冷到什麼時候下一張圖我們特別帶您看 這一次這個冷空氣呢 當然我們剛剛說了 寒流會在明天稍微減弱 明天稍微回溫 那會下雨嗎 您看禮拜六的時候 如果說你是往北東走的話 還有中部一樣 現在看起來迎風面或多或少 都會有一些水氣出現 所以往這邊走的大家 雖然溫度往上拉 可是雨下下來 所以這濕涼濕冷的感覺 還是滿難受的 這外套記得把它戴上 不過至少好消息是 禮拜日到禮拜一之後 在禮拜三之前 看起來水氣會減少 天氣狀況會比較穩定 可是我們剛剛說了 還有一波大陸冷氣團嘛 下一張圖帶您看 它的威力就可以知道了 今天晚上一樣受到寒流影響 所以請大家外出保暖衣物 把它圈購做好 低溫都還是有10度 東部甚至有8度低溫 那明天回溫有多明顯呢 其實還好 您看各地低溫 北部還是會只有13度 中部14度 南部17度 東部11到18度 其實都還是偏冷的 那這個冷氣團強嗎 您看這邊 北部在禮拜日 禮拜一的時候呢 低溫會再掉到10度 還有中部12度 南部12度 東部11度 所以其實在未來的三四天 全台灣都還是偏冷冷的 怕冷的大家 這保暖衣物把它穿夠 微精微上 最後一張圖要帶您看了 當然很多人都期待說 那今天要放假了 追雪來得及嗎 其實現在看高山溫度 都還是夠低 太平山就看 再來水氣有沒有配合了 那今天深夜明天清晨 和歡山五嶺是有機會的 我們就看水氣跟溫度 有沒有配合 我們的採訪團隊 也會隨時掌握 把時間交換給主播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我們在三角形下 政電宦 有採訪團隊 我們接下來 二 usar